大家好,我是于飞 距离小米HyperOS发布已经过去了 差不多一个月时间了 相信部分购买小米14系列的用户 也用上蛮久了 11.14的开发板过程有点曲折 但应该也有部分用户体验上了 挺幸运的 我的时尚Ultro和10 Pro都没事 但我相信绝大部分小米用户 都没有机会体验小米的新系统 所以在我这段时间的使用过程中 我整理了一些使用感受 以及对比米OS4 澎湾OS究竟提升有哪些地方 有哪些新功能 再者就是有什么功能是历史倒退 好用的不好用的都一个视频告诉大家 当然关注点是 具要在我们日常都会用到的功能 一些使用频率不高的我就不提了 你有什么发现 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留言 那么点赞收藏 一起来看看小米的新系统 第一个就是每次都会用到的锁屏界面 几个官方的锁屏主题我们就不讲了 这个大家应该都了解了 我要讲的是目前 锁屏到吸屏的一个逻辑 也就是动画的过度 这个是非常舒服的 我直接给大家演示 这是双击切换 这是来了信息 都有一个比较顺滑的切换 指纹解锁默认的图标 也改成了一个简约的圆环 目前来看是比之前的指纹标志要舒服很多 这个是HIPOS的标配了 这就是整体应用流畅度的提升 这应该不需要我来演示 很多人升级都可以明显感受到流畅度的提升 以及动画的稳定性 我这里就直接拿我的小米10 Pro来举例 是三年前的机子用的还是 骁龙865的梳理器 且不是官方适配好的澎湃OS 动画的跟手流畅度 比起之前的米OS4确实有比较明显的提升 目前来说澎湃OS的特性是一个都没有落下 下来状态狼我们常按WiFi会发现 你按的位置在哪里 哪边就会有对应的动效 这个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这次澎湃OS的动画是真的很细 这点值得肯定 希望官方适配的时候也可以不阉割动效 但状态然也不全是好消息 就拿这个控制中心来说 此次系列是已经全系 没有了老板控制中心的选择了 只有从米OS4升级的澎湃OS才有这个界面 以后的星期应该都不会有这个老板控制中心了 毕竟这次的融合中心确实有点东西 是人车家的交流中心 老板肯没他的位置 说到控制中心之前大家都觉得这个确实挺好看了 但这些设备在这边好像也没什么用 还需要去找 这次我发现了新的用法 如果你和我一样设备多 那么你可以在右上角的编辑智能设备里面调整顺序 人为的调整顺序 你就会发现这样依然不是排在最前面 因为前面是你附近的设备 比如说我的S3手表 点击进入可以查找它的位置 这在小米运动健康APP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而这回家庭平时工作室的小爱 现在因为我不在室内 不在我日常工作的房间内 所以它这个智慧屏8 Pro在最后面 但是如果我到了室内的话 它会自动排到前面 换成室内的WiFi 你会发现它自己跳到最前面了 是不是 然后就可以调整音量 什么上一首下一首之类的 你可以控制它的音乐播放和音量等 这都是你会比较高频调整的一个设备 且这个会根据你的地理位置改变而改变 这还不是我觉得很方便的地方 当我某一次佩戴小米耳机的时候 发现小米耳机现在可以通过 小米云服务直接连接了 而且不需要再次重置 这点是真的像苹果看齐 这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用到的场景 但这个时候你再看一下融合中心 多了一个耳机图标 你点击就会发现小米混乱的耳机管理终于有可能是得到了统一 你现在可以在设备中心里面 方便优雅的切换你的耳机状态了 有使用过多个小米耳机的人都知道相在何处 因为之前小米耳机有的可以在状态栏直接控制 有的需要进入设置 有的还需要下载小米耳机APP 而这事实是直接都可以在这里面控制了 这样说你应该明白了吧 大一桶了属于是 来鼓掌 不过状态栏依然有很多改的很奇怪的地方 状态栏显示图标 Hypo S如果你这个机型是居中挖孔的话 只能显示一个 后面就直接是损6号了 14和13Auto都是这样的状况 而10Pro因为是左挖孔 所以显示的图标会多一些 正常的挖孔居中的屏幕 MU S4的话是可以显示三个图标 我觉得那个是合理的 明明状态栏的空间还有很大 且这个左右的视觉也平衡 建议下榜可以改进改进 这块是证明明白为啥这样做 而下达状态栏就是我们的通知中心了 现在也是广告聚集中心 以前MU S4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功能 就是可以把一些全市广告的APP 纳入不重要的通知 有空了想看了就点进去看看 但现在是没有这个功能了 只能选择关闭通知 这点就很不方便了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做焦点通知而做的取舍 就目前来说这块的体验不是很好 另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日历界面 以前点击除了本日外的其他日期 会显示距离当前的时间是有多久 这个可是多少学生和上班族的盼望 希望可以加回来 目前澎湃OS是没有这个贴心的小功能了 剩下的就是我觉得改的非常好的点了 请给HypeOS点个赞 在我们使用截图的时候 截图完成会自动储存图片到剪写板 我们到微信可以直接粘贴 当然直接到相册复制图片也可以 不过发出的不是原图 目前我个人体验是适配了微信 小米自带的笔记 自带的短信 而且可以跨设备张贴 QQ飞书暂时无法调用 对于工作的人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关于这个方面 目前体验很nest的一块是跨设备的剪写板 不管是小米手机之间 还是Mac电脑上的小米云孔 都可以很稳定快速的同步剪写板 这点是很棒的 好 我们复制咱们的第一段 这里他们就都有了这一颗信息 而且是跨设备的 它是Mac 它们是小米 然后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 我最喜欢的快捷按钮 双击电源键 之前固然是已经很好用了 但双击会漆面屏幕 在执行我们设置好的功能 但HyperOS做了优化 在双击的时候不会再漆面屏幕了 在执行操作的时候 不会影响我们当前应用的状态 这点就很细节 我给大家对比一下 你们就明白了 好 这个是HyperOS 这个是MewS4 我们先看MewS4的 如果现在我们要打开水电筒 那是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这是HyperOS 大家懂我意思了吧 就是比如说我要关闭它 关闭了 然后我现在要关闭它 明白了吧 在应用管理方面 大家会发现多了一个应用管理措施 里面的内容是防止误安装 诱导安装应用 防止误触 后台启动其他应用 禁止直接链式启动其他应用 这点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年轻人不小心点到了还可以自己卸载 但对于家里的老人家来说 这简直就是救星 我已经好几次帮长辈清理手机的垃圾了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问 这个APP是不是自己下载了要不要卸载 很多APP都是关联的下载 一碰就会自动安装 不知不觉手机就聚卡无比 以后升级了HyperOS就可以减轻这方面的问题了 注意到了吧 最后一个就是天气界面的小改变 下拉页面会有很多信息 紫外线 温湿度 风气亚等等 比之前的会更加直光且简洁很多 这个就是我目前感知比较明显的一些改变 总体来说我还是非常喜欢本次HyperOS的升级的 在很多地方都是实实在在的提升了我们日常使用的体验 来说说你们的看法呗 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有什么想要我做的内容也可以直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我看到都会回复的 希望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大家更加了解HyperOS 对你有帮助的话请记得多多支持 我是云飞 最后的最后记得点赞收藏 那么下期视频再见